几度深入罗布泊 他为了寻找什么 他的失踪是罗布泊最大的谜团之一 当年他在罗布泊又到底遭遇了什么 事发之后人们找到过哪些线索 而最后又是谁完成了他未能完成的事业 敬请收看本期经典传奇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1980年6月23号 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著名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 在新疆罗布泊失踪 已经7天没有音讯了 为此有关部门做出批示 派出大量的人员展开拉网 是地面搜寻 同时下令空军派出直升机 配合寻找彭加木 今天咱们都知道 尽管当时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去寻找 但是始终没有发现彭加木的线索 以至于彭加木失踪 成为了罗布泊最大的谜案之一 那么彭加木为什么会在罗布泊失踪 当年他又是怎么失踪的呢 今天咱们就回到当年 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具体呢 先从彭加木改名说起 彭加木原名并不是大家熟知的家木 而是家木 家庭和木的意思 他为什么后来改成 这个家茧的家木材的木呢 那是1956年当时还在 中国科学院上海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彭加木 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边疆考察 那次考察的目的 主要是为国家重点项目寻找可用的资源 考察结果如何呢 虽然有收获 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这对一心报效祖国的彭加木触动很大 怎么会这样呢 中国地大物博 怎么可能找不到可用的资源呢 本来考察结束之后 他可以去苏联留学 机会难得呀 但是为了寻找资源 彭加木决定放弃留学的机会 他向组织提出 志愿去新疆工作 在《请愿书》当中 他这样写道 我志愿到边疆去 这是我的夙愿 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 体格坚强 面对困难 我能挺直身子 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 我具有从荒野中 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 他改名了 将原名的家木改成了 家木 为什么这么改呢 这么改的第一层意思就是 我要跳出小家庭的和睦 去为边疆添草家木 第二层意思呢 则是家木组合在一起 就是架设的架字 他立志要在上海和边疆之间 架设起一座桥梁 为建设边疆啊 铺路架桥 相信了解了这个 您对彭家木一定是肃然起敬的 的确 中国的发展能有今天的成就 确实离不开当年一大批 像彭家木这样的科学家 立志报国 望我奉献 他们值得我们敬仰 好 再说彭家木 来到新疆之后 他迅速开始望我的工作 然而正当彭家木准备为新疆 天草家木架桥铺路之时 意外却发生了 到新疆不久 彭家木就查出患了恶性肿瘤 当时医生预测呀 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了 这是彭家木怎么都没想到的 不过面对这一恶号 彭家木没有被击倒 而我们常说呀 只要意志坚定 就可能会创造奇迹 彭家木就创造了奇迹 经过半年的治疗 医生竟然检查到 他的肿瘤缩小了 就这样 在病情稍稍稳稳定之后 彭家木便以更大的热情 投身边疆的开发与科研 并且持续多年 为新疆科技事业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不仅包括中国科学院 新疆分院实验大楼的建成 完备实验器材 壮大科研人才队伍 彭家木还架设了一座 新疆和内地之间的科学桥梁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提升新疆的科研力量 此外 他自己不仅亲自参加了 北疆阿拉泰地区 以及马纳斯河流域的野外考察 协助新疆分院筹划 开展了伊犁河流域综合考察 和新疆盐湖考察工作 还通过独立摸索掌握了科学之眼 电子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尤其是使用电子显微镜研究 新疆马脑炎病毒并拍出清晰照片 实现了该领域的重大突破 使得我国的生物病毒研究迅速提升 至于彭加木与罗布泊的渊源 这就要说到1964年了 那年彭加木率领科考队 第一次到罗布泊考察 这里您要注意了 当时彭加木见到的罗布泊 跟今天我们看到的罗布泊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罗布泊是有水的 据记载 当时彭加木他们乘坐着橡皮艇 驶进了湖区约20公里深 也就是那次考察 彭加木认为罗布泊可能存在 我国当时急需的一种物资 甲盐 众所周知 甲盐是农用甲肥的生产原料 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当时我们的甲盐资源却严重不足 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甲肥 所以如果在罗布泊真能找到甲盐矿 那么对于我国的农业生产 和国家发展来说 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 彭加木和同行的科研人员估计 罗布泊可能还有大量的稀有金属和重水 因为罗布泊是一块宝地 方人注意了 这些只是根据罗布泊周边的考察情况提出的 但是因为条件限制 当时考察队未能够到达湖盆中心 所以罗布泊到底有没有这些重要资源 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然而让彭加木一直焦虑的是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对罗布泊的进一步勘探 停滞了很久 那么为什么要来说这一段过往呢 这是因为1980年彭加木再次率领科考队深入罗布泊 而当时发生的一些诡异事情跟这段过往是密不可分 具体情况咱们下节节的说 第三次罗布泊科考顺利结束 彭加木为何提出重返罗布泊 他的这一提议与他的过往都有哪些关联 而彭加木失踪之前又到底发生过哪些反常的细节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到因为罗布泊可能存在我国极缺的假盐 重水等重要物资 彭加木对于罗布泊一直是心心念念的 1980年在上级部门同意之后 他终于再次率领科考队 开始了第三次罗布泊科考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正是在这次考察当中 彭加木啊神秘的失踪了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80年5月9号 彭加木等11名考察队员分成三辆汽车 向罗布泊赴地进发 一开始情况挺顺利 第二天他们就进入了湖盆中心地带 但是彭加木发现 眼前的罗布泊 跟他第一次见到的罗布泊不一样了 没水了 地表全是灰白色的剪壳 不光没水 更要命的是这里的气温还相当之高 中午的时候甚至高达了48摄氏度 人根本就受不了 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 彭加木和科考队员们 还是历经28天的跋涉 实现了中国人自己组队 第一次穿越全长450公里的 罗布泊核心地带 他们采集了众多的矿物化石 收集了众多的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 应该说按照原定计划 此次科考任务算是圆满完成 而这个时候科考的物资 尤其是营用水也所省不多 但是支撑他们返回还是够的 可就在此时彭加木提出 用20多天时间再次返回罗布泊 开辟一条新的罗布泊穿越之路 有人可能不理解了 原定计划既然已经完成了 所剩物资也不多了 你为什么还要再次返回罗布泊呢 回头看看彭加木的过往 您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说了 彭加木患有肿瘤 多年以来都是带病工作 并且随时有可能病情恶化 这对于一个一心报国的人来说 他始终是有一种 时不我待的危机感 他要趁自己还活着 尽量为祖国多做点什么 其次因为国际限制 我国的假肥进口 一直被西方国家卡脖子 如果在罗布泊早日找到假盐矿 那就可以尽早解决国家的假肥难题 而正是基于这两个原因 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让彭加木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好 再说葬事 1980年6月16号下午 在经过了几天的风餐露宿之后 彭加木带领的科考队来到了 库姆库都克以西八公里的地方 扎营休整 注意了 这个时候清点物资 考察队的水大概还剩200公斤 汽油150公斤 靠这点水和油 要完成下一步的考察计划 那是不可能了 于是他们决定就地找水 那么找到了吗 没有 找水的同志开车转了一圈 是空手而归 据考察队员后来回忆 彭加木当时有点着急 他说地图上明明印有警权 怎么能没有水呢 可能是没找对地方 我们再仔细找找 然而一直找到天快黑了 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水源 没有水 下一步考察计划显然就没有办法进行 怎么办 那天晚上十点左右 彭加木亲自起草了电报稿 与出发地附近的部队取得了联络 说明了考察队的情况 请求紧急支援汽油和水各500公斤 第二天也就是6月17号的上午十点 部队回电 考察队原地待命 等候不及 按说部队已经回电了 那就在营地等待就行了呀 也不及在一时嘛 当时大部分队员都在帐篷里休息 可是彭加木却一直在外面的沙滩上 还要回 他内心很是不安 为什么 这就得说到老一辈科学家的节约精神了 要知道部队给考察队送水送油 得用直升机送 那个水的成本比油还要贵 我们说以中国今天的国力 这不算什么 但是在1980年 国家还是很贫困的情况下 彭加木觉得太浪费了 怎么办呢 彭加木还是想就地找水 因为一旦找到水 就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费用 于是他决定孤身找水 当时考察队员都在帐篷里 没有太注意彭加木的动向 直到快中午了 大家才发现 彭加木不接案 不过这个时候大伙还没在意 因为大家以为彭加木找地方方便去了 但是到中午12点半 彭加木还没回来 这才感觉到不对劲 开始在营地附近寻找 人没找到 却在汽车上的一本地图册里 发现了一张彭加木用铅笔写的纸条 上面写的是 我向东去找水 彭 6月17日 10时30分 不用说看到纸条之后 队员们全部都大吃一惊 因为彭加木曾经约法三章 不准单人行动 不准单车行动 只要回头看不清帐篷 就必须立刻返回 这么三条 为什么呀 因为罗布泊的荒漠是没有参照物的 一个人很容易失去方向 而一旦迷路 在40多度高温的荒漠当中 是非常危险的 更何况 彭加木当时已经年金花甲 还身患重病呢 发现情况不对 大家赶紧分头仔细寻找 那么找到了什么呢 他们发现有一行脚印 围着营地转了几圈 然后向东方的荒漠走去了 经过辨认 大家确定这是彭加木的脚印 因为彭加木的步长 每一步 一般都是75厘米 很好认 于是队员们带上水 顺着脚印开车去找 下午6点钟 队员们在舒勒河的 故道旁边 有了发现 这里有一个人 做过的印记 旁边还扔着一张 椰子糖的包装纸 大家一看呢 这是他们带来的糖果 彭加木肯定是到过这里 于是大家沿着脚印 向河道继续寻找 然而谁也没想到 脚印在经过了一片 芦苇丛之后 消失了 尽管大家竭力呼喊 然而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6月18号凌晨2点 考察队给部队发去电报 彭加木走失 下落不明 5个小时之后 早上7点 考察队6人分两辆车 再次往东北方向寻找 之后部队的直升机 飞抵考察队营地 卸下物资之后 立即在库姆库独克地区 进行超低空搜寻 仍然不见彭加木的踪影 6月19号 得到物资补充的考察队 再次派出6个队员 分成两辆车 往东北方向寻找 在追踪了14公里之后 脚印消失 队员们又转向 红石井方向寻找 这次找到的脚印 有时偏东 有时又偏西 队员们分析 彭加木可能是想去 他自己在地图上 标刃的西北方向的 八一拳 在八一拳方向搜寻队 有哪些新的发现 在寻找彭加木这件事情上 当时有关部门 还做过哪些努力 而又是谁最终实现了 彭加木在罗布泊 为了的心愿呢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彭加木失踪三天 考察队几经搜索 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踪迹 这让大家伙是越来越揪心了 怎么办呢 情况报告到当地部队 当地部队迅速成立了 寻找彭加木小组 从6月20号到26号 共出动136人次 直升机12架次 在初时地点附近 以及彭加木可能去往的 警权方向 八一权方向 都展开了反复的搜寻 然而遗憾的是 还是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 此时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10天 而我们知道 正常人不进食不喝水 生命通常也只能够维持7天 虽然彭加木走的时候 带了一点水 可是在罗布泊那么高温的情况下 再加上他自己身体本身就抱病 即便找到了他 恐怕也很难有生存的希望 6月26号 搜救队不得不沉痛的宣布 第一阶段的搜寻失败了 当然中国有句古话 正所谓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第一阶段的搜寻虽然失败 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放弃 毕竟彭加木是在为祖国进行考察的过程当中 失踪的 即便是找到他的尸体 那也是对彭加木家人的慰藉 7月初一次更大规模的寻找行动展开了 三支搜寻队先后从不同方向出发展开搜寻 7月11号搜寻队发现了脚印 还有一个小药瓶 以及有人休息过的痕迹 而后两支搜索队重点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仔细搜寻 可是结果依然令人遗憾 那么彭加木到底去了哪里呢 1980年11月 中国科学院决定立即组织第四次进入罗布泊的队伍 再次寻找彭加木 这支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当地部队共同组成 人员共有69人 配备大小越野车辆18辆 可以说人数和装备都是空前的 队伍从11月10号由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 以彭加木失踪前的速营地库姆库都克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 沿舒勒和故道西齐土崖以西6公里 东到库姆库都克南北宽10到20公里 总共寻找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 直接参加寻找的共有1029人次 平均每人每天寻找近一平方公里 那么这次有没有新发现呢 结果再次令人遗憾 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可是这次寻找毕竟时隔了五个多月 因为封杀的影响 加上前三次搜寻时人们留下的脚印 线索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 41天之后 由于天气越来越严苦 队伍最后只能撤出 那么彭加木到底在哪儿 为什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 关于这个迷之问题 学者们提出过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彭加木遭遇了大风 遗体被沙土掩埋了 不过对于这种可能 中国核实验基地气象总站的总工程师 戴维孝给予了否定 为什么 戴维孝连续30年监测 罗布泊地区的气候 多次为核实验准确预报天气 他专门调查过彭加木失踪时的资料 认为彭加木离开营地前后的几天里 那一带一直没有刮过大风 所以不可能被大风卷起的沙土掩埋 地质工程师王春雷 他曾经多次随地质队在罗布泊临近地区 寻找地下水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供了两种说法 他认为一种可能是彭加木掉进了盐穴 被盐穴里的盐给掩埋了 另一种可能是彭加木 依据常规的沙漠避暑方法 自己刨出了一个浅槽躺进去 但是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失去了意识 逐渐脱水而亡 最后被流沙掩埋 当然这些也都只是推测 并没有证据 就这样 因为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彭加木失踪 成为了罗布泊的众多迷案之一 当然所有人都没有因为他的失踪而忘记他 几次搜寻无果之后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罗布泊 树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标志 写明1980年6月17日 彭加木同志在此进行科学考察时 不幸遇难 尽管这座纪念碑只是彭加木当年出发的起点 连衣冠种都算不上 但是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彭加木当年的义务防顾 据说后来在罗布泊进行探险活动的人 都将瞻仰彭加木纪念碑作为一项固定活动 我们说对于烈士的敬仰 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对于彭加木来说 人们的敬仰算不算是对他最好的安慰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彭加木深入罗布泊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探险呢 而是为国家寻找需要的假言 所以给予彭加木最大的安慰的 应该是这位女科学家王米利 彭加木失踪之后 作为中国假言地质学学科带头人的王米利 毅然决定继续在罗布泊中寻找假言矿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王米利在罗布泊进进出出考察探险 不知道多少回很多人担心他的安全 可是王米利说 根据我们的理论 罗布泊应该有假矿 我们国家这么缺假 如果可能有而不打井 不去冒冒险 那这些假矿不知道要沉睡多久 在这里我想问问大家 从王米利的话语当中 您听出了什么 是不是和彭加木同样的使命感责任感 而正是在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去世之下 历经多年的研究 王米利和他的伙伴们 终于在1997年 也就是彭加木失踪17年之后 有了惊人的令人欣慰的方向 他们终于在罗布泊找到了 超过2.5亿吨的特大型液体假矿床 这个假矿床不仅储量大 而且质量高 这一成果被认为是 自柴达木盆地假床发现之后 我国找假工作的第二次重大突破 王米利他们将这个地方命名为 罗北凹地 不仅如此 多年以后 王米利他们运用同样的创新理论 在罗布泊沿湖区右先后发现了 四个中型假炎矿床 从而为我国的假肥产能提升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您说 如果彭家木同志 在天有灵 这不正是对他最好的慰藉吗 好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 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